今天我们开篇是讲美联储与A股 今天单独说一下 因为目前A股的走势 实际上受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就美国方面的一些政策动向的影响很大 最近A股本身走势标注 也对外围市场更加的敏感 所以我们讲讲这么一个话题 昨天晚上美联储是给了大家三月份的会议纪要 大家看完以后从美股的走势非常直观 就是调整当中突然拔起 最终道指纳指都是上涨走势 纳指特别重要 因为纳指科技股对流动性是更加敏感的 昨天的上涨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波段的回调 然后触地反弹 然后进入一个筑底或盘出下降通道 市场是需要有外部的力量的推动 将来走稳的 那昨天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 就给大家吃了一个丁心丸 打了一击强心针 那道指的走势也比较稳定 因为道指之前它至少是有经济复苏 这条线的一个支持是连创的历史新口 这美股的一个状况 那么高盛在美联储这个会议纪要出来之后 也是承认说低估了美联储的决心 低估了美联储这种放水的强硬态度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走上了不归路 就是没有条件挽回手 因为一方面它现在对流动性的高度依赖 市场又非常的敏感 动不动就是卧地不起这样的耍赖 第二个民众 民众现在也是需要靠这样一些政策来维持 在疫情当中 你看大家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能够得到改善 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靠发钱 发钱大家稳定 发钱大家有钱花 所以整个资产负债表在疫情过来之后 反而是进一步改善的 所以这样就提振了美国经济的底气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的话 看美国它现在体制上面的弊端 也在经济决策上面显露无遗 就是它不管是国内的两党相争 还是在国际上面 比如说中美之间的竞争 它要保持优势 它要保持话语权 那么美元这个大榜 对它来讲是用起来最顺手最顺心 能够振奋自己 又能够给我们实施障碍这样的一个工区 所以看起来美联储这次是假定到2023年 会维持现在这样一个低利率水准 那我估计到那个时候 它还得找着法子继续维持下去 那个阶段的话 一个就是美联储 它肯定要考虑就配合民主党的中期选举 然后再晃一晃又下一届选举 又得再战特朗普2024 所以从美国的状况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机会 出现真正的流动性回收 这是外面的情况 那么看我们的话 我们一个是你必须应对 你必须应对 第二一个呢 我们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第三一个呢 其实我们对流动性也是相对敏感的 比如只是说中国的老百姓 跟老美比抗打击的能力 还是有强一些 或者说中国经济 从国有控制这部分来讲 底子也更厚实一点 所以可以有替换轮动 等等这样一些政策选择 这是我们相对有利的地方 但是呢回到股市 回到股市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股市的重要性不可无视 不能够因为前期的杀跌 然后呢就否定了股市的价值 和股市的投资价值 我觉得这是要分开来的 前期的杀跌呢有充分的理由 而前期的杀跌呢 使得目前的市场 处于呢相对安全的一个状态 在未来呢 它还要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这轮调整 我们是把它看成 主动的 这个良性的 对后续呢是有益的 这么一个判断 所以这轮调整下来之后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 是没有惊慌的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 是主动应对的 那么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的话呢 我觉得市场呢 算是 得到了一个 中期结果 我觉得这个结果 应该是一个中期结果 哪怕美股呢 会有所反复 那么基本格局呢 一定 所以A股呢 就极有可能进入到一个 助理和反弹 这样一个阶段 第二个呢 A股呢 就极有可能 经历了调整之后的 重新出发 那这个时候呢 什么样的东西好 什么东西呢 受市场欢迎 什么样的东西呢 容易形成合力 什么样的东西呢 能够有理由啊 再度长起来 就变得很重要啊 这个就是 我们不往下看 然后呢 想啊 什么东西 能够往上走 就是我们现在 要做的功课啊 我觉得这是 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判断 啊 基本的判断 屙宝 compelled 回到 余